下一位要介紹的 下一位要介紹的是一些其他 第一個是他居然真的出現了 因為我上次在另外一個工作機會 請他演講的時候 我大概已經進獎半場了他才出現 害我這樣心驚膽跳的半天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今天如實的到了現場 就是陳俊志 那這幾年其實我自己感覺 如看陳俊志跟楊索 最近非常多人的演出都是幸福 我覺得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是往前看 往前看的 在追尋未來是什麼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紀 或是一個特別的機緣的時候 才會開始回望自己 會整理自己 檢視自己 那最近這樣子的書寫非常多 那我覺得俊志是非常勇敢 而且我也非常佩服他 他從重新解釋自己的家庭 約真家庭的一些故事到 他身份認得的一些摩擺 做得非常的徹底 而且是非常的真誠 然後他也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封得平台 跟他請教一下行銷 因為他從拍自己的紀錄片到出書到 改編成舞台劇 這個李煥雄開電影 爸爸和媽媽 然後《一言賽》也已經好幾輪了 再加上現在已經 寫完了電影劇本嗎 寫完了電影劇本嗎 寫完了電影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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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始拍嘛 要開始拍嘛 你才開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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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我們就聽他怎麼分享吧 謝謝 謝謝 感謝你姐 那今天來其實是 為文訓致敬 恭喜你30歲的生日 那這個 所以 不過其實平常 週末都是有睡覺的時間 因為 那時候工作太累 所以今天其實也是一直睡覺 一直做夢 所以我本來今天想要 講一連串的夢 就是跟文學的關係 為這個神秘的風景 致敬這樣子 不過 因為剛剛 陳博 陳博醫師在 那 我也想藉這個機會 回應 陳博醫師的一篇文章這樣子 那 我先從那個文學 再講起 再從 開神節的 講的那個 劇場的部分 我今天想要 第一個是 我在七美 在 洪湖德里島七美 那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夢 這樣子 那 我的生活之所以 那麼的不規律 當然因為我 非常非常奇 的是一輩子 我只做過一件事情 我一輩子的 企業 什麼事情 就是創作 那我覺得 我從來沒有到過正常的職場 那 這句話 背後也就是說 我從來沒有過任何的薪水 所以 其實 其實 我覺得在這個 那麼小的道路 那麼小的市場裡面 一個人 他一輩子成一個職業 就是創作 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 我對自己的 呃 作品的 要求 那我對 那個 那個 自己的氣律 其實我覺得 就是 像可能給你剛剛那個 其實其他 其實可能跟社會的正軌 是完美不接軌的 因為我 我就是活在一個 一個自己 創作的 只有用作品 才能成活的 獨裁者的王國 這樣子 那 呃 今天 可以給他講 七美的那個夢是 呃 就是 我根本就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金錢的餘裕 或是時間的餘裕 去做休假的人 那所以 呃 大概 三四年前 我忘記了 本來就是 自豐獨七美 呃 呃 找我去 就是要 要說 夏天問我要不要去七美玩 是整理大學的 一個 集中文老師 如果 既然說我沒有錢啊 你叫我去 就叫我不可能的 既然是 就說 好 我幫你想辦法 找了 七美的那個 那個 地方證 什麼 就叫我去拍一個短片 給我 呃 十萬塊錢吧 去幫我 呃做一個短片 這樣子 這樣 不僅在七美 comp 大概半個月 都好啊 那 那 我想就是 在七美 待了半個月 那因為是 真的大學的計畫 機構 要 人家 10 30個大學生 這樣子 有三個提示,我覺得第一提示就是 第一個道德老師要帶著二、三十個大學生到七美去 七美像是台大魚輻社的領土 因為七美很遠了 真理大學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能賣 不過我到了以後帶著二、三十個真理大學大學 其實很快就搞定了 因為我一輩子都在拍紀錄片 就到任何陌生的地方 那搞定吃的、住的,那是最基本的 就是這些基本的技能 但是大學就覺得我很厲害 一下子我們都搞定說廢話 你大學的地方,你沒有找到住了,你怎麼辦 那反正我們就一切都安定了 那後來第二批老師、季老師、第三名教育 他們什麼都幫我這樣子 那我要講的是說,那一切都搞定之後 那我就一開始有自己的房間 自己的起身之處 那就來那個他們的那個 李寧什麼什麼 那一種村裡辦 就那一種那一種 那一種養肢能容量的大禮堂 那一種白天跳媽媽舞的那一種 那個大禮堂 樓上的一個小房間 那我就打開自己的名店 就開始自己的工作 那就在那一天 其實我在我的書裡面有寫 李寬雄就 寫信跟我確定,跟我邀約 說台北爸爸邀約媽媽 他已經確定 他能夠 給我那個 給我他的承諾 因為大約在 西美的半年前 他承諾 他跟我提出邀請 說 他希望能夠以最高的規格 做 那一種書還沒有說 我做正在人間覆蓋 連載的台北爸爸邀約媽媽 那 我跟李寬雄是 二三十年前的舊室 就是 我 大學的時候 因為想考國立藝術學院 戲劇系 第二屆 戲劇系的第二屆 那我爸不肯 因為我爸是個很溫馴的父親 他把我鎖在格樓裡面 所以我當了 天的張愛玲 那個 沒有辦法考國立藝術學院 所以考得不好 所以 流落到淡加英文系 那我非常不喜歡淡加英文系 雖然淡加英文系 的學姐 就是 曾經出過朱天文 可是 我讀的時候淡加文 我非常不喜歡 還好我在淡加幾台的一年 就轉學 考上台大忘文系 那在淡加那一年 唯一做過一件好事情 就是我參加了 合主愛的劇團 台灣小劇場 運動史上非常重要的 合主愛的劇團 那雖然這些老闆化 都在台灣的藝文圈發光 發熱 那李文雄一直在劇場界 那 李文雄 他在人間讀那些 我寫的一個字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想到過 經歷過那麼多痛苦的事情 因為他的印象中以後 其實他大四 我是大一 大一的小學弟 那大一我就轉眼走 都這樣子 那 我在清美的那個小房間 接到李文雄的那個 那個電子郵件 那 我很激動 因為 大學時代 李文雄 當然是一個天才 他多沒有才華 那 他願意改編我的作品 那 我那時候就在 明天上 在清美 把 就是那個很複雜的感覺 寫下來 那畫也變成書了 結果 因為我 人間覆監展 只有了半年之後 我才出書 那 我在清美幻想 李幻雄怎麼把我的家族 三十年的母奶 呈現在台北的國家劇院的舞台上 那我幻想 舞台的部幕打開 最後 那個 後面是 那個 懸崖外念的 清美的那些岩石 沿岸的那些海浪 那一群一群羊 好像要掉下去 這樣子 那 那 最後 李幻雄呈現的劇場版本 當然不是 我的那個晚上的感受 我在書裡面 這樣子 就是 有寫上 那一天 所以 那個 今天 我第一個要講的 就是說 就文學 文學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 嗯 我的 跟文學的真正的開始 開始 有接觸 其實就是 這個 方法女兒媽媽的 書版 這樣子 那是 兩年 兩年多前的事情 那 我覺得那個 文學 其實帶我影行到劇場 其實在2012年 一整年 我都在劇場裡面 那是我完全完全沒有想到的 因為我的本業 就是 就是影像 就是拍紀錄片 那我最大夢想 是 我們都在劇場裡面 這樣子 那所以劇場對我來說 其實只是大學期 大學期 大學期待參加過 那個 合作案的距離 那 我沒有想到 2012年 其實我 一整年都在劇場裡面 那為什麼2012年 一整年都在劇場裡面 那 嗯 其實是為了 是為了療傷 那 是為了什麼 是因為台灣紀錄片 全 嗯 經歷了一些事情 那 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是還蠻專業的 就 因為在座各位 可能都 不是紀錄片 全人 公共電視的 公共電視的 政治風波 那當然就是因為 藍綠的 對於公共電視 這個公共媒體的介入 因為政治權力的消長 那 藉由總監視的人來選 那 公共電視整個辨識 那 我覺得這些上層結構的事情 影響了整個 生產鏈 影響了整個 嗯 那個 結構的之後呢 最重要的影響 是文本的產出 因為 公共電視其實是台灣 紀錄片 然後非常多獨立紀錄片 所以 只有可能在公共電視 拿到資本 拍攝 他們想拍的 獨立的紀錄片 可是這個公共電視變了 那所以其實 其實 嗯 我自己個人 我跟公共電視合作十年了 那所以 2012年我 跑到一個 其實我完全 二十幾年沒有接觸的 陌生的 黑暗的 發著光的劇場裡面 是在養傷 因為公共電視的風波 我賠了一百多萬 所以 剛開始也說 到底 特匯霸鐵賣了多少 多少本 時報其實很久以前是說 好歉 就是 蘋果預報的主題版 也說好歉五萬本 那 嗯 那時候 我想 欸 我拿到排稅子 不是只有兩萬多本嗎 為什麼突然變五萬本 我打了他給我 準備了一雙 我只獨立的 五萬本了嘛 他不知道 他被訪問了 我們問了老闆聽 原來是時報的 那個行銷經理 洪曉偉報的 那他們就說什麼 出版的行規都是 匯報一費 所以其實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兩萬五千元 那 現在是三萬多 三萬出頭 那 那 可是我想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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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場 那個 劇場 2012年 結束之後呢 我其實是 要航向劇情片的旅程了 所以其實我已經 比較沒有在 在注意這一塊 也沒有在 那個 promote這一塊了 好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想要 借空派的機會 回應 那個 陳克華 姐姐 就是 小妹這裡有話要說 哈哈 那個 因為那個 那個 柯華大哥呢 在那個 柯華大哥在那個 嗯 聯合覆開法的一篇文章 有提到 嗯 就是台灣同志文學的 呃 台北中心吧 中北青南 我覺得在文學這個場合 公開討論這件事情 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同志文學 大概是台灣文學的 一個脈絡 而 文學路線 跟文學的不同的 理念的 各自抒發 各自表述 大概是文學的 重要的一個 Narrative的 那個 一個部分 那 那我想 那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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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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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被放在 會被放在同志文學 那 所以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這個 整個爬書跟分類是很複雜的 所以 克華大哥那篇文章 老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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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是很不想打底仗 不然老人會打心臟很厲害的 那 然後 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 我覺得還有一個 就是說 呃 很多 很多 很多很深刻的自己的認知 那 今天 呃 非常多 南部的 門省的人 必須提早走 必須缺席 呃 在文訓這個場合 那這當然有很多很多 歷史的象徵跟影韻 那所以 我想要講的是 階級跟運動 就是 在台灣的同志運動的脈絡 跟同志運動的 所有的歷史的發展裡面 那克華大哥那篇文章 提到我們一個論點 那 那我想從運動的脈絡去回應的話 誰是運動者 那在階級上 呃 誰是階級的 誰是 誰是 在階級的保護之下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 可以在文訓的這個場合 做 做很 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對應 那 你做漫畫 比我講太多 不好意思請到這裡為止 謝謝 謝謝